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美,欢迎来到马晓晓我遇到了外星人系列主题分享第六场 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讲座就要开始了,欢迎大家邀请更多朋友过来收听,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晓晓,先祝大家新春愉快,家庭和和美美,万事如一 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一场关于我遇到了外星人第六集,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听一下我的分享 现在是作为一个测试环节,希望大家都听得到 嗨,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艾美,欢迎来到马晓晓我遇到了外星人系列主题分享的第六场 万象更新又一年,今天是大年初一,感谢大家为提升自己而来到这里学习成长 艾美给大家拜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实现自己的目标 圆满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合家欢乐,万事如意 马晓晓是生活和工作在澳洲的华人律师,是世界华人UFO联合会的理事兼法律顾问 也是经经济飞碟探索研究中心的飞碟信息调查研究员 今天,马晓晓律师将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她和她的外星人朋友们的奇闻趣事 有请,马晓晓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收听我的分享 那么第一件事呢,是先祝大家新春愉快 2018年又到了,今年呢,据说是一年非常好的一年 那么之前我们从2012年到2017年是属于一个扬声期的序幕 它其实已经结束了 那么从2018年之后呢,就是比如说从三四月份开始 你们会慢慢觉得生活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提升 这是一个,所以这是我也是对一个2018年有一个很大的展望 我自己得到的信息是今年的确会有一些比较劲爆的一些信息 会泄露在主流媒体上 那么这个就先别说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2018年的调调 就是是属于那种比较可以享受成果的一年 那么那大家大概已经看到我这一集分享呢 会讨论的一些内容的一个大纲 但是我想先回到上一集的内容 我先做个小的总结 是这样,因为上次我和大家分享过那个 就是非法灵魂契约 还有那个业力法庭之后呢 我的确是收到了好多的电子邮件 那么还有很多人的询问 据我所知呢,后来是除了催眠师道成之外呢 还有其他好多催眠师也相续的尝试了一下这个方法 也的确帮很多人移除了非法灵魂契约 也去了那些业力法庭 包括我也看到了好几篇文章 当然我也没有每一篇文章看到的都那个存下来了 那也就是也有朋友给我发 就是说的,哎,你看到吗?小小 上次你讲了之后很多人也是尝试去过 的确效果是挺好的 那那个我觉得也挺欣慰 那么希望我跟大家分享呢 其实并不是说要提一个比较负面的东西 我的目的是揭露一个事实 希望大家就是看得到 这一个事实呢 我是希望揭露了之后 不是太过于宏大,像柯瑞古德那种 揭露一个全球性范围的内容 听上去是很有意思 但是我想能够揭露的内容呢 是与大家小伙伴们 听了之后是觉得和你的自己的人生切身 是可以有一个连接,有个联系的 那然后我揭露之后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这个信息 自己可以去连接一下 去证明一下,证实一下 是不是的确是这样 那么我后来看到 不光很多人都是去联系这个催眠师啊 他们也跟我讲好几个催眠 就是说碰到的一些个案 那时候我听了马晓晓那个音频之后 我怀疑我是有非法灵魂契约 我想看一下到底怎么样 他们的的确确是那个 找出了一些非法的灵魂契约也移除了 那么不光是从那个 我们说是从灵性层面上 是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要很现实的考虑 这些所谓移出的这些非法的灵魂契约 你是不是能够在一个现实的物理层面 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 是有一个很直接的体现 那么我的答案是 是的 有的 那么具体名字我就不提了 因为有些催眠师 他们之后会被邀请到 就出来讲他们自己的个案 也会播放一些 经过允许的一部分的音频 来证明正是这一些 很多像他们的客户啊 个案啊 后来都移除了之后 不光是他们主动的 包括被动的 比如接到不同的电话 自己亲人的电话 还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说本来不好的朋友 又变好了 关系又搞好了 母女的关系啊 各方各面 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连接 所以包括在事业上面 其实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增进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不是说很虚无缥缈的 好像你说有就有 没就没有 这么一回事 它是通过改变之后 你的确是可以达到一个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可以做到一个 更改自己命运的方法 并且更改你的 改变你命运之后 的确是可以在一个 物理层面体现 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比较交加 怎么好像没有马上体验 这个是这样 不是每一个人 他都是如此的快 没有这么显化 那么快 有些人他可能是 做完之后几小时之内 他就会马上被显化出来 有些人需要几天 有些人甚至需要大几个月 才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显化 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 包括你对自己的期许不一样 都会影响你在 你改了你这个 去撤销你这个 非法灵魂契约之后 在一个物理层面的一个体现 我当然也收到很多 就是说很多人 就是提出有质疑来说 你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自己编出来的呀 什么什么的 那我第一个就是想说的是 这不是我马晓晓 发明创造出来的 在西方国家 其实有很多人已经知道了 像那个我们叫做 Sharmon在英语当中 这个中文翻译 大概也叫做 就是意思就是说 一个灵性 就是说一个灵性大师吧 差不多 勉强也可以这么翻译 那么他们自己也其实已经知道 所以这个东西 在西方国家的普及率 已经不说很多 但是据我所知 其实也已经是比较普遍 当然你可以在 像在海外留学 像留学生 他如果去问一些 西方国家的光工 他们可能有些知道 有一些不知道 但是通过 如果来说是一个非常资深的 西方国家的光工 他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 这么一个领域 但是我是 大家对我的智力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你必须给别人一个 合理质疑你的机会 要给别人一个认证 那才能够有个进步 但是有一些质疑 我是比较反对的 举个例子给你们听 就是名字就不点了 有些人老是说一些 很空洞的话 比如说 我不相信大家提这种植入物 我也不喜欢提什么 非法灵魂契约 我们只想提光和爱 天下一切都是光 天下一切都是爱 其实这一点 我是比较反感的 其实这一种光工 是我马晓晓一向以来 说的难听一点 就不是特别想接触 因为这种人 其实我说的直一点 希望你们不要建议 因为你们要听我分享 我也是有什么说什么 我觉得就是比较伪君子类型的 光之工作者 甚至我都怀疑 他是不是光工 光和爱 这种话 不管你是不是光工 大家都会说 我要是说一点漂亮的话 大家也会把我 就是鼓掌和喝彩 我觉得老师在那里强调 这个不要去看 那个东西要遮平 这我觉得是有点 给大众那种洗脑 觉得好像我们不相信 一切负面的东西 我们只能够朝正向的内容去看 只相信光 只相信爱 当然也有人说 我不相信非法灵魂契约 那我觉得也没问题 你也不相信 有那个业力法庭的存在 有些人他可能没去过 他不知道 我觉得这也没问题 那么我给大家一个解决的方法 是这样 如果当你不确定 我第五集讲的内容 是真还是假 因为现在有两拨人 有很多人是支持我的看法 因为很多人的确是去过了 而且是成功的销毁了 他们的非法灵魂契约 还有一批人呢 他是不相信的 他只相信光和爱 他们相信 只要你天天嘴巴上唱 放光 天天唱爱 那么你的人生就会过得很好 要彻底以远离一切 存在有可能的负面东西 那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派吧 我是 我是这么认为 那我给大家 建议就是 我不会在这里就是 去证明谁是对 谁是错 谁是谁 谁叫什么 我觉得这就很低级 就很没意思了 那么我觉得 在这个地球上 它其实是一个 具有自由意志的地方 你来到这个地球上 你就有自由意志 那你现在就是有两条路走 各位听众朋友们 第一 你可以选择完全的不相信我 我觉得也没关系 因为对我马上来说 我也不要靠你们相信我来 那个赚钱或者怎么 我一向都是免费的 那么你们可以选择不相信我 你人生当中碰到各种各样 很奇葩的事情 很坎坷的事情 如果你认为 这和你的人生 和非法灵魂契约没关系的话 那你可以就这么生活下去 天天念念光 念念爱 我觉得说不定 也可以有那么一点效果 这个呢也是一个办法 这是你的第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 你也可以采取我的办法 去追究一下这个事情 看看是不是跟你是有点关系 你可以通过自己冥想 自己可以去达到去夜里法庭 不一定要去请那个催眠师的 你可以去那里 然后销毁你的那个非法灵魂契约 或者是说更加直接一点 如果你平常不是很喜欢冥想 或者没有神通的话 那你可以通过第三方 比如说通过催眠师的协助 把你带到一种那个催眠状态 然后再带你去那里 其实这也是可行的 然后看你到底有没有该怎么消除 然后怎么在你这个人生当中 在物理层面来说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显化 那这也是一种生活方法 所以你们来问我这个东西 你们也有人给我发电子邮件 说我听到两种声音 一种说你是对的 一种说你是错的 那我该相信谁 那我想给你们答案就是 已经跟你们说了 你们可以去相信那些 只相信正向东西 负面的东西 他不敢去面对的那些人 觉得如果只要是 只往光的地方看 人生当中这些 你叛到的不幸啊 负面啊 不解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彻底放弃 可以不要看 都可以解决的话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说你可以看到 看到你生活当中的一些 面对现实 就看到现在我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我该怎么去面对它 我该怎么去处理它 你可以用我的办法 你也可以用别人的办法 我的办法并不是唯一的 来解决你生活当中 有一些碰到的一种 很奇怪事情的方法 比如说销毁的灵魂 非法灵魂契约啊 夜离法庭啊什么的 其实解决的方法 也是有其他的 你也可以听听 别人的老师给你讲的课 他们或许也有别的招 那你也可以去学习一下 这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告诉你们 这个路是由你自己来选的 所以说你到底是说 只是说天天只想 说那个光啊爱啊的 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呢 还是说你准备自己 好好考虑一下 自己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先提一下 就等于回答了 已经很多人的问题了 因为我的确说到过 这些电子邮件 那么我也不会说 特别去发个电子邮件 去反驳那一个人 或者那几个人 怎么怎么的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一种认知吧 因为在觉醒的路上 每一个人的侧重点 技能 还有他觉醒的程度 他的经历 都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他有些人的 所以他就可能 有一些他知道的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他不知道 所以就会碰到一种 信息的不对称 这个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你们自己要按照你自己的 那个亲身经历 还有体验 你自己去看一下 像你这种情况 哪种情况对你来说 哪种方法对你更加好 好 这个问题已经齐完了 那么对 还有就是我想给你们 先发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那一个 听了我这个视频之后 有一个女生好像是 她后来是自己通过自己的能力 她冥想的时候 她去了业力法庭 而且销毁了她的非法灵魂契约 并且销毁之后 她的确就没有再经历 其他的负面攻击了 那么类似的文章 我还看到过几篇 都是说听了我的那个那个 第五期分享之后 就好像成功去了 然后就是好像 那个人生当中的确是有一些转变 还有其他的一些催眠个案 因为这都是有隐私 就不能透露 那我只能够跟你们分享一篇 因为这篇我就当时就存了一下 别的我好像也没留稿 那么艾美 你要是听到这里的时候 能不能发一下行吗 我看看我这里边有没有存了 好 那么这个是属于前续阶段 那么就是我们前面讲一下 关于业力法庭的事情 那么下面我想讲 就是讲我们这第六集的主题 关于指导灵 那指导灵呢 其实叫做灵 而不叫做外星人指导 是有原因的 因为指导灵 它的范围非常的广 那么我先讲第一个阶段 就是讲第一部分 叫做指导灵的种类 首先第一点我想和大家说 我们每一个人 不能说100%吧 至少99%以上 我们都是有指导灵的 那为什么叫指导灵呢 而不是叫外星人指导呢 因为你们知道我的侧重点 是讲外星人多点 其实我也可以讲其他的内容 那我想先把外星人给讲完吧 那指导灵呢 其实是说 我们这个每一个人 我们的守护神当中 它不光是外星人的 我们可以把它细分一下 指导灵的种类呢 它是真的是不拘一格的 它的体现形式 其实也是多种多样 比如说我们先说生命体的体现 你的指导灵 它可能是一个具有生命体的 就是说这个灵 它可能是活着的 比如说它是一个外星人 它现在还活着的一个外星人 在不同的密度 不同的外星人 就不一定叫外星人 就高等存有 高等存有会比较好 因为那个概括面比较广一点 那也可能是已经去世的灵 去世的灵 比如说是你们家里的家族的亲人 你的过世的爷爷奶奶啊 外公外婆啊 或者是你们家的谁啊 也或许是你前世的朋友 你前世以前跟你以前投胎 跟你很投缘的 比如说你的上司啊 你的朋友啦 你的小孩亲人什么的 他们也是可以成为你的指导灵 像我的团队当中也有前世的朋友 他们现在在那个 在那个星光界 那么星光界用佛教的话 你们大概也知道 就叫做中阴 这个地方就是投胎转世的一个地方 中阴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不光包括地球上的这些灵 万事万物 宇宙当中任何的灵 它也会在星光界 星光界它分很多围 有高围和低围的 那我们有时候出体的时候 就会去星光界 或者去不同的地方去玩 那你就得小心一点了 你要往高围跑呢 那自然你会碰到比较好的 低一点的维度呢 相对就比较危险了 这个就不要再打岔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说指导灵 你们的团队 包括我的团队 我的守护神 既有已经过世的 过去的前世的那一些亲人 挺搞笑的是 我还有一个是前世 我前世有个邻居 但他在做我邻居之前 我们已经有好几辈子 都是亲姐妹 好朋友 就是我们经常换角色 所以 就是说在灵魂的层面 大家都是很认识的 那么他们就对我非常好 那么这个是已经过世的灵 也可以是你家的家人 过世的家人 或者你的前世的朋友 你的老公和丈夫 或者妻子 什么的 小孩什么都可能 那还有一些是在世的灵 就现在还活着的灵 那在世的活着的灵 灵魂就包括外星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叫的通俗 人叫高等存在 高等生命体 那他们可以是任何一个维度的 从三为四为五为六为 一直往上跑 它也可以是在各种各样的 星球的一种生命体 不一定是说一定是我们都熟悉的那些外星人 像中国人比较熟悉的 天狼星 马苏星 大脚星 等等 艾莎莎尼星人 还有很多 其实绝大多数你们可能现在都没有听到过的 其实像类似于艾莎莎尼星人 他们也是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认识他们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种族 它其实现在也是开始 曝光度比较高 比如说英语当中 中文还没有翻译 因为现在好像还没有人知道 叫做Fandorians 中文翻译 我大概我估计我还第一个把他名字翻译出来 叫做差不多翻译 叫做Fandorians 差不多就这么一个翻译 他们是一个很高等的外星人 是从第六维度到第九维度的 非常的高文明 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 种族 他们也参与了我们地球的当时的那个演化和那个进化 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外星种族 他们慢慢慢慢的开始更加的曝光自己了 曝光度比较高 那么不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一些种族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把眼光往其他的种族上面看 其实也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我就打一下叉 所以前面我所说的就是关于指导灵的种类 它可以是活着的 还活着的生命体 它也可以是一个已经去世了 在星光界的生命体 那么指导灵呢 它也可以是在不同的维度和密度的 那它有高高低低了 那我们就随便说吧 就说比如说我的指导灵 它有四维的五维的六维的七维的 还有很往高往上爬的 你其实都是可以会碰到的 我都有 那么你们每一个人呢 也会有这样子的指导灵 那么有不同维度的 那么我希望这个 这个其实不是很难理解 因为大家能够听我这个的话 基本上都是比较 有一些功底的那个光之工作者 都已经多多少少已经知道一些了 那关于维度密度之类的信息 那有一些呢 它来自的密度和维度呢 我们不一定都知道的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次我碰到个外星人 他那个他就是 他说我是好像意思说 我是超维度的 就超维度 那我说你是来自哪里的 那个时候我就问他 他说哎呀 他的意思是说 哎我说了你好像也不会知道的 这是他就给我的意思 我觉得哎 我就觉得哎 怎么会我不知道的吗 我就想哎 这怎么会我不知道 我说那你说啊 我说我就觉得 怎么我会不知道呢 那我说那你说说看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就想那你 那你就试试看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哎呀 你不知道 那我说你说嘛 然后他说 我是来自于 叫什么 第四宇宙空间 超越纳米 第四宇宙超越纳米空间 所以我当时听了是有点懵 所以我也没有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来自的地方 就是说他的解释 超越纳米空间 什么第四维 对 不不不 不叫第四维 叫什么什么 宇宙第四 其实有些 他们的用词 是比较技术性 我们不一定都知道 有些时候 他们的表达方式 不一定是我们所理解的 好像是从第一维开始 到第十二维 这么一个概念 它可以表达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我后来才知道 其实它指的是超维度 超维度就是 它不一定 它已经超过十二维了 它是十三 十四 十五 所以就往后面 推有其他的维度 它这维度呢 是存在于另外一个宇宙 所以说 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维度 也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 就是一定是越高越好 它有时候是个平行 比如说它第一到十二 是往上走 然后十三 在往上爬的时候 它可能又是对齐的 就各种各样的方程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 我说实话 我也没有彻底的能够明白 这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也就是你们可以看到 来到地球上的这些外星的 就叫高级存有吧 它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体现 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地方 有时候要比我们简单的认为 以密度或者维度来概括 其实可能那个它具有更加广的一个概念吧 所以我们不能够光问 你是第几密度的 就大概知道这个人的水平 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说到指导灵的种类 它还有一个叫做权限 权就是权力的权 限呢就是限制的限 叫权限 这是我后面接触之后 我才知道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有不同的指导灵嘛 那然后呢你是总会有几个 这个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有些可能有一到两个 有些可能有三个到四个 但通常不会很多很多 就有几个叫主要的指导灵 主要的指导灵 就这种指导灵和守护天使吧 他们是可以从你出生到你死 他一直跟随着你的 然后他也是有权限进入 就是看你的阿加西记录 那很多人其实对阿加西记录 并没有很好的理解 就觉得好像看就可以看彻底 并不是这样的 看一个人的阿加西记录 它是有权限要求的 不是说比如说我要看张三李四的 我看是可以看 但我可能有权限的限制 我们的主要指导灵 也可以称为就叫掌门吧 比如说哪个灵要过来找你了 他多多少少要经过你的掌门的 说我想去找马修小 我想去找张三李四聊几句 那总会有人是盯哨的 那么就是说 这是一方面 他们就是说 你主要的指导灵 他更加跟你就是更加亲密 他对你的情况是更加的了解 而且他看你阿加西记录 那个权限 比你其他的指导灵 其实要更加高的 这个词可能用的不是很高高低低 其实应该说更加广泛 更加深刻的 那么其他的指导灵呢 就是我们也叫做一般的指导灵 你可能有十个十几个 有些甚至有二十几个 他们是属于一般的指导灵 有些指导灵和你是有一些特别任务要完成的 比如说你说 比如说这个东西还真难说 比如说你说你要做一个什么曝光 比如说你要什么什么揭秘什么什么的 那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灵魂契约呢 正好和某一个外星人 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使命是相关的 那他会来找你 他会说正好他也可能认识你 他说某某某 你看你你人生当中有这么个使命 我也要做这个事情 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合拍 就像做个项目一样 你们两个人要把这个项目一起完成 那么所以对于一般的指导灵来说 他是有个周期性 就是说他可能跟你几个月 到大几年甚至十几年 等到你和他之间的灵魂契约 这个工作完成之后 他就会走了 这是一种是具有使命感 就是你们一定要完成一个工作的 你配合他 他配合你 一起完成 同一时间呢 他可能给你相对应的保护啊 给你一些人生的经验啊 所以也叫做导师 或者是你在我做一个工作的时候 他可以给你一些指导 他说你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怎么做 怎么怎么办 那这也是他给你的 就是说给你的一个帮助吧 或者他也会给你 你应该做的这个灵魂契约 应得到的信息 他们也会帮你的 那还有一种呢 是说协助型的 就是说你可能这辈子 会经历一些事情 就比如说有些人前辈子 可能积的那个业债比较多 他这辈子可能有身体健康的问题 那么他是一定要过的 那为了缓这个业障 他可能会去找一些外星人啊 高级存有啊 或者什么灵啊 可能这些灵 他就是有一个特别功能 就是说每个人树叶有专攻 可能这种灵 他就是特别的会疗愈 那说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这辈子会经历一些什么事情 你能不能在这方面 给我多一点的协助 那他们就会教你 怎么样子去疗愈你自己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 他不光是有使命感 他同时也是给你一个生 就是你生活当中某一个领域的 一个提升和帮助 但是他们是属于一般的指导人 那对于这种一般指导人来说 他也会知道你人生的状况 是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人生当中比较 还是说也就是说 有一些很隐秘 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信息 一般的指导人 他也是没有办法获取的 所以说看阿加西记录 他必须得到你的高我的同意 但通常来说 你的主要指导人是可以看到的 那么其实决策权决定权 最后还是在你的高我的手上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 每一个你的指导人 他都有一样 就是说一模一样的权限 他都可以知道你的一切 不一定的 他可能会知道你90%到95 还有5%和10% 他可能是不知道的 所以对 就是基本上也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 就是哪怕你的指导人 他们其实也是 也是从种类来看 也是分为主要指导人 和其他一般的指导人 也是有一点区分的 好 第二个事情我想讲一下 是关于信息提供途径和方法 那指导人会怎么给你信息呢 那有些人他可能是没有神通 那你要靠 你要开启你这个神通 比如说你要多打坐 你要多冥想 你要多去公园 你要多去接触绿化 你要调理自己 要多清理自己 清理自己 包括清理你自己的气和脉轮 清理你自己的思想身心灵 而且那个心理创伤 你一定要解决 因为心理创伤会影响一个人的扬生的 这个很重要 我希望你们能够放在心上 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好像经常听 柯瑞古德的课 经常听某某某讲讲这些东西 好像自己就自分为光公 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很现实的事情是说 虽然是心春我应该都讲点好听的话 但是我还是想讲一点实在的话 给你们听 光公来到地球上 有一些 他是可以扬生的 因为他可以靠自己完成自己的灵魂使命 有一些他可能迷失 他就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到 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我好像我认为我是光公 我在这方面 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 你就认为到时候大事件发生 你就一定能够扬生 我先告诉你们不是这样的 你必须自己非常的努力 你必须要非常的努力 来提高你自己 清理你自己 治愈你自己 尤其是心理创伤 心理问题 身心灵 身体上面 哪里的 你要好好地调节自己 灵的上面 你要多修灵 你要达到身心灵的平衡 你才能够 最后能够得到一个扬生 所以这一点我就打个小差 就是不要以为你是光公 就一定要会 就是一定会扬生的 这并不是一个担保 没有一个保票给你 关于信息 就像我前面说 你其实可以在冥想时候 收到信息 有些时候你的神通也会被打开 那么像我得到的信息 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特别 跟别人比起来也是差不多的 有一些有神通的人 其实也一样 比如说心电感应 或者通过脑海成像 等等的 还有一些叫做下灾 下灾可能你们不知道 下灾大概是怎么样 我给你们形容一下 你们就会知道 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 下灾 比如说有天你在吃饭 或者有 就通常会发生在 你不经意 你不去想一件事情 处于那种很放松状态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下灾 这种机会比较多 你会猛人之间 来了一个灵感 灵感其实也是个下灾 它会给你一个新的一个想法 要么就是 你在睡梦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些信息 他们有时候把这些下灾的信息 它都存在你的脉轮里面 或者大脑里面也会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 突然之间 就是拍一下脑袋 哎呀 这个我好像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 有时候一个事情 你想了好几天 你拼命地想 你就想不出来 但是你把这个问题稍微格置一下 你去抽根烟 你或者去吃一顿饭 你回来的时候 不经意的时候 你会突然之间 会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这样 这其实也是一种下灾 就是他们把一个主意已经给你了 你觉得是你自己想的 其实不一定是你的 这是下灾 图案成像 图案成像这个东西呢 怎么说呢 就是 比如说我跟你们形容一下 我说 哎呀 我跟你说 哎呀 我昨天去吃了一块很好吃的蛋糕 这个蛋糕长什么样 什么样 我在讲的时候 你脑海里面 已经可以把这一块蛋糕 构似的非常的清晰了 那这就是一种 内视镜 就是你已经 已经清晰的 你已经几乎可以看到 这个蛋糕是长什么样了 那么你在下载图片的时候 他有时候跟你们沟通的时候 是以图片的形式来跟你沟通的 那 像这种形式可能就是 我不在旁边提醒你的 你会突然之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脑海成像 看到一个很清晰的东西 可能是一块蛋糕啊 或者是一个手表啦 或者是一个日程表啊 或者是建议你去什么地方玩 你会看到那个地方 就在你的大脑里面有个构思 非常的清晰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沟通 或者心灵感应 心灵感应就是一个人站在你面前 他脑子里面想什么 你就可以收到什么信息 而且非常的清晰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少 但是也有 就是说 你会在你的大脑的脑里面 听到声音 而且还比较响 他会跟你说 我是谁是谁 我想告诉你个什么东西 这个也会发生 但是像这种情况 通常外星人 他们并不是用的特别多 因为这种方法会多多少少 对于人类是有点影响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有点恐惧 哎呀怎么会脑子里面有声音啊 啊怎么怎么怎么 所以这种方法 他们并不是经常会用 通常会用心灵感应啊 或者是就是那种 对心灵感应 他们会用的比较多 图片下摘等等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 和特点都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侧重点 有些他第三眼他可以看得到 所以各种各样的人 其实都是很不一样的 那你们要做的就是 那你们要做的就是 去开发自己的能力 因为对我来说 这几种方法可能和指导人 和高我沟通会比较容易 那对你呢 可能是另外一种方法 这真的是很难说 所以要靠你们每个人自己的 你去努力 下班或者读书之后 多打坐冥想 多去接触接触绿化 心情能够平和一点 身心灵 身心灵能够平和 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一个 开启自己功能 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吧 还有呢 就是关于 这下面的话 其实我想提一下 是关于 我在接触当中 发现外星人 就现在只说外星人吧 因为你们很想听外星人的事情 就接触外星人当中 发觉他们每一个 外星人老师的特点 我想说的是 他们每一个人的脾气 性格特质 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原因是有两种 第一种是因为 每一个灵 他不管他现在 他作为我的指导 他是以什么一个 种族 但是他多多少少 是带有他自己 这个灵魂他本身的一种气质 和一个特点在里面 像一些灵 比如说 他可能会特别的热情和奔放 他这个灵 他在前世 他投了很多次 他就可能 这是他的一个特质 他一直是在那里 所以他哪怕是投 他在不同的那个星球上 他可能也是会受点影响 但多多少少 这就是他的脾气性格 他可能比起他的族人来说 哪怕是情绪上 不是特别明显的 但他可能倾向 更加倾向于那种 比较热情多一点的 比较给人那种感觉 就比较温暖的 或者是有一些指导人 他给我感觉是 非常逻辑性很强 而且有点 有点像军人的样子 就11 12那种 他可能是以前 他在投胎的时候 他这个灵魂的气质 就是这样 他比如说 他一直是技术出身的 就像造飞船的那种 或者是数学家等等 他可能就是说 他投胎多 他就这种灵 带有他自己本身的气质 哪怕他可能投胎到 另外一个种族上 他多多少少 还是会携带 他自己的那种能量在里面 所以说不能够说 我碰到个天狼星的导师 他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就把所有天狼星人 都归纳在这里面 或者卯素星人 这个词然是多因 算卯秀星还是卯素星的 他们可能通常是说 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个导师 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这个灵魂的本身 他具有自己的特质 还有他的气质在里面 他就是会和他 其他的同类 非常的不一样 还有 这前面说的是 从个人的角度上来看 下面就是说 从每一种星系来看 其实很多星系的外星人 他是非常的多元化 比较多元化的 其实是非常的多元化 比如说天狼星人 他是非常的多元化的 一个地方 他可以从 就是水路两溪类 我记忆当中 我也投胎过 做过好多次 水路两溪类的天狼星人 我这个记忆当中 是有钱士 其实我很多都做过 你们能够想得出来 报得出名的那些外星人 我都投胎过 都做过 他们的特质就是 很单纯 很纯 很善良 很文雅 然后很有爱 而且很像小孩 但这具体来说 每种水路两 就是水路两溪的外星 他又不一样 其他的天狼星人 他可能他的气质 和他的精神意识形态 又很不一样了 所以你看 哪怕是同样一种天狼星人 他都是很不一样 就像我们中国人 老外看我们中国人 觉得你们中国人都一个样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我们都是很不一样 北方人和南方人 是有很大区别 那个沿海地区的中国人 和内陆地区的中国人 在饮食习俗各方面 其实也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还有八大菜系 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 我记得俗话叫做 叫什么 一方米养多几百 什么百种人 意思就是说 同样的是一种米 却可以养出几百种不同的人 上百种人 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其实在地球上 什么情况 其实在外星 那个层次来说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看到过很多那个 外星人种族 就是比如说天狼星人 他们都是很不一样 我可以发几张照片给你们看 你们上面是可以看到 他们都长相很不一样 这几种其实我都碰到过 像第一张照片 这个外星人 站在最前面这个首领 他是有胡子的 但我以前上次看到的那个呢 是没有胡子 一男一女 女的是有头发的 他当时跟我说话说 是站在前面 男的是站在后面 他们说他们对那个 南美地区的印加文化 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这个就不提了 那我就跟你们说一下 是跟中国一样 就是真的是各种各样都有 或者说也可以形容成美国人 美国人也是黑人 白人 黄种人 各种各样的 每种那个种族 他自己的精神意识形态 都很不一样 还包括你们都比较喜欢的 毛秀星人 我想跟你们说 七星云 那个那个那个 七姐妹星云 不好意思 七姐妹星云 他其实你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他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 一个僵徒 我碰到过的那个毛素星人 先别说不是人形的 因为他里面不光是人形的 毛秀星团里边 大多数的外星人 他其实是非人形的 他是非人形的 但是人形的只是很小的一批 那为什么大家只是觉得 提到毛秀星人 好像就一定是北欧形 一定是那个形呢 是因为大家是具有个人色彩的 有一些强调性在里面 既然你强调了 那人嘛 总是觉得自己跟自己长得比较类似的 就比较有好感 那么提他们就会比较多 就会给人种错觉 好像毛秀星里面的那些外星人 都应该都是人形的 其实并非如此 就连他们毛秀星里面 长得像人形的 我记得我第一集里面就跟你们讲过 有长的是银色皮肤的毛秀星人 绿颜色皮肤的毛秀星人 蓝颜色皮肤的毛秀星人 还有北欧型的毛秀星人 就连北欧型的毛秀星人 他们又分好多好多不同种 所以就是可以告诉你们 他们那里也是很多元多元化的 毛秀星人 他也可以说我是毛秀星人 他也可以是 我还看到过是鹿头 一个是长得就像我们说的那个鹿一样的 鹿头人参的 还有是那个狮人 狮子类型的 各种各样的 还有人头 就是头是像类似于马那种 还有人的身体的各种各样的 还有一种根本就不是人形的 还有昆虫型的 都是毛秀星人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认为 毛秀星人就一定是你们想象当中那个样 那么以上我就给你们讲了 就是作为那个外星人指导蕾娜 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自己个人的那种 自己灵魂所带的一种很独特的气质 还有他可能是来自于不同星球 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精神意识形态 包括毛秀星人 他们蓝色皮肤的毛秀星人的精神意识形态 和北欧型的又很不一样 和绿颜色的又很不一样 这个相比来说就有点像我们亚洲人 韩国人 中国人和日本人 哪怕泰国人的精神意识形态 饮食多多少少都是其实很有区别 所以说你走在马路上老外看你 你反正都是亚洲人 其实我们自己人都知道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下面还有个内容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说我们的指导灵 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很天真 因为你必须 你慢慢接触多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 其实地球上有什么 天上就会有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们的指导灵当中 它其实也是有派系 大多数的指导灵的的确确是好的 因为当你在决定和一个人 有一份灵魂契约 是正向灵魂契约的时候 不光是要经过你 也要经过你的高我的同意 就说才能够产生 所以不说 哎呀我今天喜欢你 来来来来 我们两个人签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 我们两个人就是 你是我的导师 我是谁了 不是的通常这个东西是有你自己的自由意志 你的灵魂的决定 同时你的高我也参与了 否则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同理在撤销的时候 不光有你自己的自由意志 你的高我也会同一时间做一个决断 这个也是有影响 所以说不是说你跟你的指导灵吵了架了 你说你滚蛋吧 我今天不要见到你 你以后不是我的指导灵了 就马上就可以撤销 这是没有用的 所以就是一定是你的高我和你在这个事情上能够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才能够撤销 才能够加 那很多人就说 既然这样怎么还会有非法的灵魂契约 有些时候这个东西 比如说牵扯到一个人的业障 业力 或者是说你的高我要让你学一堂课 那么他们会有时候看到你在做这个事情 你的高我会选择这个事情 他不就说不管你 就是你要这么做他也答应 但是当你走了 就是人生的这一条弯路之后 你会有一个灵性的成长和一个学习过程 你觉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到时候你再去废除他的时候 你的高我才会一起参与 把这个给废除 然后再跟你来来去 你懂了吧 我给你上了一课 怎么怎么怎么的 所以这就引申到我后面要跟你们说到 关于毛素新人的问题 那么在讲毛素新人之前呢 我是想跟你们讲 就是说我们的指导灵 大多数的确是好的 像我们高我一样 但是也有一些是中立的 他有时候不一定他会就彻底的能够帮到你 他有时候也可以选择不参与 他也不加含 他也不帮你 也有的这些指导灵 他的存在的目的仅仅是和你做一件事情 把这一件事情和灵魂契约完成 也就可以了 仅此而已 所以他有时候当你遇难 或者你碰到什么特别开心的喜事 他们不一定都会参与 恭喜你啊 或者加害你 这是属于比较中立的那些指导灵 他的存在的价值和你在一起 仅仅是我们两个人很合拍 我们两个人把一个工作给做完 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指导灵他们的存在是 既要跟你完成使命 也会要帮你的 下面 我还碰到过这么一个指导灵 就是我要跟你们说 卯秀的新人事件 就是是一个负面的 而且最搞笑的是 我碰到的这个卯秀新人 应该是一男一女 他们是北欧型的卯秀新人 但是很遗憾的是负面的 那么为什么我会碰到呢 我可以把这个事情 从头到尾给你们讲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 那么我希望你们 从我个人的经历当中 可以也学习到一些知识 我是经历这个事情 是经历之后我的高 我才告诉我这个事情的缘由 为什么他会这么做等等 那么他是以倒序的形式说 那我想还是以前 从前到后的格式来跟大家说 是这样 那我前几年呢 因为工作各方面 大家的原因 因为律师行 比较大律师行 大家穿衣啊 各方面都是都比较在意 所以那个时候工作的地方 都比较光显什么的 所以虽说不一定要以貌取人 但是当时大家都比较注重这一方面 包括你们在中国上班的白领啊什么 大家都要打扮的啊 好一点啊 出门什么什么的啊 然后但是我当时觉得 好像我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 不会以貌取人 但是我其实是对自己一个 比较深层的地方 是属于对我自己不是特别了解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没有一个毛病 或许我们对自己并不是很好的理解 我说这话给你们听的是 最后我学到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这个教训是我的指导力 和我高我给我的 这个教训是这样 这个事情要从头开始讲 我呢 其实一向是比较 我的一个 也算是一种歧视吧 当时并不是说要看人 要穿的光鞋 我当时的骑士呢 是比较喜欢那种 比较奴雅的 有礼貌的人 我会对这种人呢 是比较有好感的 但我对那些 比较无理的人 其实是 我是不是特别喜欢的 或者有些人 就是不是很 给我感觉不是很舒服 我是比较不喜欢 这也是可以算作 以貌取人吧 因为在社会上 有些人 他或许给人感觉 是非常的粗俗 甚至已经到了一种 很粗鲁的程度 但这种人 他不一定心是坏的 当时我并没有 很好的去理解 我就觉得 哎呀 人嘛 有教养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当时人生当中 前几年的第一课 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是在地球上面发生 但是也后来影响到 最后怎么会有 毛素星人事件 我那个时候在悉尼呢 有个很大的图书馆 在这个图书馆里边 有很多不同的书 我在里边就认识了 一个图书管理员 这个不是图书馆 是书店 不好意思 是一个日本人 开了一个书店 这个大的书店呢 他有卖英文书啊 中文书 什么书都有 我那个很喜欢看书 所以我经常往那里跑 我就在那里呢 就认识了一个男的 他是那个书店 那个中文部的组长 这男的长得气度很好 就像陈亦飞 你们认识吗 就陈亦飞那样子 我就分度翩翩 说话温文尔雅 很弩 我当时就非常欣赏他 我觉得这个人 真的是给我这种感觉 就是很有气质的一个老男人 所以我那个时候呢 也挺尊重他的 他呢也特别对我好 我有时候我要订很多书 他都帮我写好 那个书一到 然后从中国一寄过 他马上给我打电话 说某某某 还说马小姐 书已经到了 你来拿 所以当时我们两个人 就像那个见面老熟人一样 当时这是一个歧视了 因为我就觉得 人要是能够像陈亦飞那样的 很温文尔雅的那种人 我就比较喜欢 这也是一个歧视 后来判断的事件 就是他判断有法律问题 他来找我 然后我们就帮他解决了 但他当时呢 也没有付律师费 就人就消失了 所以当时是给了我一个教训 这个教训是什么 就是你不要以为 长得温文尔雅 像陈亦飞这种的人 他就一定能够 在就是说 在做事为人处事上面 能够有这么一个气度 所以就是说 不能够以貌取人 这个时候当时是一个教训 对我而言是这样 但是我当时是学会了 但是却把这个知识给忘了 后来呢 是这个是我当时 是属于我的灵性课程 可能没有很好的学 然后过了大几个月 我又碰到了同样的一个世界 这也是个灵性课程 我呢就在那个 外国人不是很喜欢用脸书的吗 然后呢 我们就在脸书上面 在脸书上面的时候 我就在我们那个 灵性圈的群里面 发那个信息 我就忘记 我当时是在说什么 反正我记得 我开头是说 帅哥美女们 我就用英文当中 我说帅哥美女们 你们要是 我当时好像是问他们 一个什么信息的 我说你们跟我联系什么的 如果你们有这方面什么 我就好几年 我就有点忘记了 但我记得我当时 那个开头是说 帅哥美女们 你们谁知道什么什么吗 知道的话 请给我发个连接什么的 当时呢 是处于那种 二十几岁年轻人嘛 那像你们这些 听我现在分享的小伙伴一样 那个时候 的确是比较流行 说帅哥啊 美女啊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啊 也是当做一个口头禅吧 但是呢 当时我就这么无心的一句话 没想到就得罪了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呢就反应很强烈 她就在我下面留言说 难道只有帅哥美女才可以留吗 不是帅哥美女就不能留吗 怎么怎么怎么的 她说我告诉你 你这个就是不行的 你这个就是不灵性的 你这个就是什么什么的 一大堆的批判 然后后面很多人看到了 就觉得这个女的可能 有点精神上不稳定 还是怎么样 他们就在后面跟帖 就支持我 说哎呀 小小只是问一下问题吗 就是提一下帅哥美女 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 他也不是说一定要 说一定只是帅哥和美女 才能够说这么一个东西的啊 然后他们就说一下 那我就马上回复 说对不起 给你一个一个不好的印象 我这个用词也只是个修饰罢了 我说其实也没什么很大意思 我说那我 我也不是说是绝美 也没有说什么 一定要碰一个帅哥什么 我说也不是这个意思 但这个事情 后来这个女的不知道怎么 她可能也是精神上面 可能有什么问题 或者碰到什么 她当时就反应很强烈 然后一直在那里很疯狂的回 一定要是帅哥吗 难道一定要是美女吗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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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说我要退群 我要退群 那很多人就看不下去 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神经病 然后就说你退你退 莫名其妙地觉得她乱搞 但当时其实我不知道的是 这也是我的一个灵性课程 但我就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啊 哎呀 那我后来想 那我以后说话小心一点 我就说先生女士们 好像也不是很恰当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 这后面几个月发生的 这个帅哥美女事件 和前几个月的这个陈亦飞事件 其实不是陈亦飞 就长得像陈亦飞 这种很努雅的男人 是同样一个一个灵性的道理 就告诉了我 凡事 你是不可以以貌取人的 这个事情呢 我后来又学了 可惜的是 我这个脑子也不长 学了之后又忘记 后来搞了半天 后来我就认识了指导领当中 就有了一波新的指导领来了 他们是北欧型的 毛苏星人 一男一女 还给自己起不同的名字 英文名字 我就我就说 这个肯定不是你的名字 你就这么叫我好了 他们是北欧型的 毛苏星人 我跟这个女的连接比较多 因为她有时候跟我讲话 她挺幽默的 这点我要跟你们说 这点我是承认 北欧 不不 毛苏星人他们的确是 挺有幽默感的 我发张照片给你们看 这张照片是我能够想象出 跟她长得最像的一张了 她当时给我发了一个 脑海里边给我一个 就是脑海里边的内部成像 就是这张照片 所以这张照片是可以最为定性 就跟她差不多 就反正就长那个样吧 她就是毛苏星人 然后她当时来的时候跟我说 啊我是你的 就是说她可以做我的导师 那每个导师都有侧重点嘛 那她的侧重点 她说她好像是艺术性很好 她说我可以教你绘画 就是创造性能力 可以提高你的创造性能力 那外星人他们觉得创造性能力 好像是比较高档的 就是就是很高档那种东西 不像地球上觉得 好像我能够教你赚钱 好像赚钱 好像是一个很高档的东西 但在外星人那里 他们觉得能够创造性 教你创造能力 是像我们地球人说赚钱那种 好像很洋气 好像好像是挺不错的那种东西 然后她这个这个外星 她的特点据她自己说 她好像绘画能力很强 她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记得说蛮优心的 她说她很会画画 她说我可以教你画画 教你能够画得像 莫娜丽莎这么好 当然这是她开玩笑了 然后我就听了之后 就蛮搞笑 哦是这样 然后他们还考了我一个问题 她说创造性很重要 他们说是鲜有鸡还是鸡蛋 这个问题我后来答了 你们知道 这个就有点跑掉了 我可以在那个分享最后 跟你们说一下 到底是鲜有鸡和鸡蛋 到底是哪个鲜 这个其实是有终极答案的 而且非常的简单 那是这样 然后她后来就教我 这方面 其实虽说是艺术 她其实不光教艺术 她什么事情都要管管 那还有一个男的 北欧型的卯素星人 比起我还碰到过 我们就先说人型的卯秀星人 所有的卯秀 就人型的卯秀星人 有蓝颜色皮肤的 绿颜色皮肤的 银颜色皮肤的 那个北欧型的 像我现在给你们发这张照片 他们的精神意识形态 都很不一样 类似于我们 韩国人中国人 日本人泰国人 就还是很不一样 所以说你怎么说 你都是亚洲人 对吧 勉强你可以算得上 但是他们其实也是 精神意识形态 包括价值观什么的 都是有点区别的 在灵性层面上面 他们的发展和 那个发达程度 也是很不一样 在科技上面 也是很不一样 那然后呢 当时他就是 好像什么事情都管管 但北欧型的卯素星人 给我这种感觉 就是他们 我当然他现在跑掉了 那我就什么东西都可以说 但他给了我一个名字 我也不想多讲 因为毕竟 最后是搞得不太开心 但虽说他是负面的 那多少嘛 也要 对吧 关注人家 点隐私嘛 这个我 我是不会多去说他们的 包括星球什么 那就算了 那他当时是 什么事情都要管的 总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衣食住行啊 想法什么的 他们都是要管 那这我觉得也无所谓吧 但是北欧型的 卯素星人的特点 他们说好听一点 叫做非常的自信 他们是很有 优越感的一个种族 的的确确是这样 他们优越感很强 他们不像那个蓝 就是不像蓝颜色 皮肤的卯素星人 他们蓝颜色的皮肤 卯素星人 他们很灵性 然后呢 他们也自信 但给我感觉 更加温和一点 而且对 基本上是这样 北欧型的卯素星人 他们是比较有优越感 而且他们当时 的的确确是参与了 对于地球人的一个价值观 那个对于审 对于审美观各方面 他们是有参与的 包括我们为什么 地球上你去仔细 你们去看 为什么我们地球人 不管你是黑人 你是黄皮肤的人 还是你是白人 大家不管男女 都是比较崇尚白皮肤 就哎呀 你的脸好白呀 哎呀 你怎么怎么怎么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意识 当时是被欠在 我们的基因蓝图里面的 而提供这么一个价值观的 包括消费品啊 这种对于消费 对对对 差不多是这么理解 对于物质啊 消费啊 这种东西 包括对于北欧型的那种外星人 他们对于那种美的定义 其实多多少少都是 对我们地球人士有影响 当时其实就是 北欧型的毛素星人 他们有非常重大的参与 虽说不能够定死了 就把责任全部推给别人 但是他们也绝对是 推不了这个责任的 当时他们有非常大程度的 参与了这么一个定性 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要 这么选择对美的考虑 美和丑 包括我们觉得各方面 还有一些 就对于外表的一些追求啊 是不是要白皮肤啊 就这种 其实是他们影响比较大 还有就在西方国家 包括在日本现在也是 他们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对于那种 金发的美女啊 包括男的一定要长得很健壮 就像我们看过 叫什么美国叫什么 美国队长 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吗 他就是长得就是 安格鲁萨克逊人 那个样子 他就是一个翻版的 就是北欧型 好像他对于自己的 一个定义在那里 所以他们其实是当时在 作为22个 影响我们人类 基因蓝图当中 他们其实是 占着非常大的影响的 是对于我们这种 对于这种 审美观和价值观 他们是在这方面影响非常大 当时我跟这 这一男一女接触 他们的确是 说好听点叫做很自信 其实现在走掉了 反正他也不知道 就比较臭屁 你知道吗 也是很臭屁的 真是没办法 具体情况嘛 其实我也愿意说几件事 也不能多说 毕竟将来以后见面 也老尴尬 你说对吧 所以说不会碰到同一个了 反正也是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毕竟你说这么大 将来工作多多少少 对吧 所以你们要理解我 很多信息呢 也不能够多说 其实我后来是 怎么会碰到的呢 是这样 因为当时 我有段时间会发觉 我有好多的负面信息 而且什么时候 开始发生的呢 是有一次 我在和一个朋友 在吃饭的时候 这个人呢 正好也是一个 那个书店的一个日本人 他呢 是跟我玩的也挺 挺好的 一个很要好的好朋友 我们两个人就在聊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不同点 然后就笑啊 在那里聊 然后聊聊聊聊 然后我就说 我发觉你们日本人的特点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说 我觉得你们中国人的特点是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说 我发觉我们亚洲人 我说包括韩国人什么 都有一个特质 就是特别的崇拜西方人 尤其是那种像安古萨克逊人 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想 是不是在基因里面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编程 我是在这么跟他说 但是这个人呢 他就是不是属于我们这个灵性圈的 他也不是什么光光 他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所以我这么一说 他也没有觉得好像能够特懂 什么基因啊 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 他也没有想到什么外星人什么的 他就听听完完就算了 就后来这个事情我跟他聚会过之后就过了 但是这个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然后我睡了一觉 后面几个月开始 我就觉得我好奇怪啊 我就觉得 哎怎么 我就老是看到那个北欧型的人 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是挺高级的 哎他们好像是长得挺好的 我好像他们讲话是挺有道理的 而且有些时候这个外星人吧 有些时候这个女的 我给你们发照片 那个女的就是我在上面给你发那个外星人 他有时候也会跟我在飞船上面连接什么聊啊 有时候心电感应什么的 总给我感觉怪怪的 但我又讲不出是什么 当时我是很怀疑 就是已经开始我是有点怀疑了 就会想 哎这个好像哪儿不对 但又说不清楚 但是搞笑的是 我每一次对他有质疑怀疑的时候 都是他们都是 你只要有一个想法 他们肯定都是知道的 就是包括你们现在在听我分享的 你们这帮听众朋友们 你们要记住 你们脑海里边 每一个思想 你的高我 你的指导力 他们都是完完全全都是知道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宇宙当中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隐私和秘密 你能够想到他们都知道 真的 所以我每次想到 这女的真是丑皮的要死 我一想到这儿 他就知道 他就说哎什么 什么意思 我听到的 他当然不是我这么一个口气了 我这个口气 有点像马晓晓的口气 他这个口气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哎 什么什么 我听得到的哟 我是知道的哟 我不是这个样的哟 怎么怎么怎么 所以有时候他这么一说嘛 我又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 哎呦 大概是我对他有误解 但是我总觉得心里哪里怪怪的 又说不清楚 总觉得这个指导力和那个男的 给我感觉哪里很不妥 而且他有时候也会以居人之上的那个口气跟我说话 就是不是说不能吧 但他有时候跟我说话就是 我是你的老师 就是那种很强势压你的那个感觉 那我当时想我这个人脾气性格也是挺强的 他也挺强的 咱们两个人就相处还是挺难的 强势的人碰强势的人 我当时想这可能是性格脾气 脾气不行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当时 有这么个想法 我想可能又打消了 后来几次我就觉得好像每次上他们飞船 回来那儿就好像有点不对劲 但是我就每次想到这 他都可以打消我的一个想法 因为他们不仅能够知道我在想什么 而且他们有办法就是可以说服你 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跟我一个老外朋友视频 我就跟他提这个事情了 我那个朋友他超同名 我再跟他说 阿太有时候我跟你说件事情 然后我还没跟他说这个事情 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 他说小小我想跟你说 你有一个卯素星人的北欧导师在我的旁边 他好像半小时之前已经在我房间了 因为我觉得他是知道咱们两个人要视频的 他已经在这里了 然后我当时就呆了你知道 然后我就闭嘴了 然后我就 我想哎呀我靠 因为我那个朋友他也是 他也是有神通的 本来呢我是想跟他连接一下 因为他的这方面懂的也很多 所以我是当时是想跟我朋友商量一个想法 我就说我想把他们两个人给踢出我的团队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哪儿就哪儿不对 但是又说不清楚哪儿 因为你们记住 你们要相信你自己的直觉 有些时候人的直觉是很靠谱的 然后然后他说你的指导力就在这儿 然后我说啊 然后我又不好意思说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你你觉得怎么样 我朋友吗又不好意思说我指导不好 因为他觉得好像你就感觉像你家的事情 好像青瓜难断家务是你来问我那种感觉 他就说还行啊 他给我感觉挺好的呀 怎么怎么怎么的 然后我那个指导力就是又 就我前面前面给你们发那张照片 又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了一段超感人的话 又把我给说服了 哎呦我是如此的关爱你 我帮了你什么什么和什么 什么什么 你对我还是有怀疑 怎么怎么怎么 背下这么讲 我有点小感动 我就想哎呀可能是我自己多心了 其实我当时心里面是想跟我朋友商量一下 是不是要把他给踢出去 后来搞了半天我想了一下好像很不好意思 这个事情又不了了之了 就这样来来去去大概搞了将近两年左右 我后来有一次我真的是被搞毛了 因为他有时候跟我说话的感觉就是包括对我做的一些事情 我总觉得好像不是很有光和爱 然后呢我就有一次下定决心 然后我想哪怕我错怪了你但我也愿意赌一下 然后有一次是一大早我是想要睡觉还是怎么样 他就不让我睡 他连你跟我烦你知道吗 妈的后来搞得我超火 然后那个男的也是的 那个男的也超臭屁 那个哎呀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男的毛素心人他也是的 呃然后好像有一次是 这个这个其他就不多说了 反正也是给我感觉好像哪不对劲 然后后来我后来就做了一个决心 然后我是以非常坚定的意志 然后跟他们说我说我现在决定了 我想销毁我们之间的灵魂契约啊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那么我会很感恩你们 那么对这个以后发生的 就是如果万一有业障啊什么的话 我愿意自己去承担 当然这也是没有的啦 就是说在这个自由意志的星球 你你你你选择你的指导 你都是相互选择 你们当中要是有一方想销毁 也是可以销毁的 那后来就是我跟他说 我说我要销毁 这个之前尝试了几次 每次我要做之前 他已经马上知道我的想法 他已经打消我的意图了 那然后这一次他也想说佛 但我已经心意已决 然后我当时铁士心肠 然后我说不行 我说我一定要销毁 我说我我已经决定是要 一定要这么做的事情了 我说这个这个意志是不由更改 而且我说我希望大家将来这辈子都不要见面 然后我当然这个话说的是比较决绝 我说不要再见了 就如此到此结束 然后后来我就联系我高我 然后我高我就也答应了 这个事情就后来就是就是被撤掉了 撤了之后他也是挺火的 那也没办法对吧 那就结束了 后来结束之后呢 我的一些负面的思想啊 还有我当时的身体状态就慢慢变好了 后来我的指导力和我高我才告诉我 他说怎么样懂了吧 他说他们就是负面的 那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 那我说他们对我做了什么 然后他们就说那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什么和什么 这个这里我就不说给你们听了 那他们就说说 我就听了就很火 我说他妈 然后我就骂了句 我骂这帮傻逼 我把他们高到业立法庭区 然后最搞笑的是我高我不让我去说 哎呀话是这么说 他们也是对你做好事也有的 但就比较少他们可能对你做百分之二十的好事 然后那个给你搞点百分之八十的小破坏 就这样 所以当时我是觉得很愤怒的 因为当时我是很把他们当自己的导师 很尊重他们 而且当时我是对他们是无条 而且当时我是对他们是无条件的信任 是真的是很把他们当成自己人看 但是那种感觉 其实你们是很难理解 是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是觉得哎呦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 你很把一个人当自己的一个老师去看 去敬重 却没想到是这种人 然后我就联系了那个蓝颜色皮肤的毛素性人 因为他们蓝颜色皮肤的毛素性人 你们可以放心去连接 因为我接触到现在不关我自己的经历 那个还有我灵性圈里面很多人的经历 蓝皮肤的毛素性人 他们是灵性非常高的 科技也比较发达 他们是属于那种口碑很好很好的那种 那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我就说了比较难听 我说你们这帮傻逼我靠靠 我碰到这种情况你们也不知道通知我一下 你们也是毛素性人 然后后来那个女的就跟我说怎么样 吃亏了吧 她说就是要给你一个教训 就是要给你一个教训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这一个事件是因为前面发生的这么两件事情 我没有很好的去学习 所以当时我的高我看到这个事情 他会那个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他说的那两件事情 就是我前面跟你说的那个书店里边 那个感觉很温温而已啊的那个老男人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人好像给我感觉挺不错的 那个那个挺有教养 但是当时我是以貌取人 后来呢又发觉这个人 其实表面上是这样 但德行不行 也没有很好的去学这个课程 所以当时呢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教训 后来又发生这个帅哥美女事件 我也没有很好的就学习了 但是脑子里面就进不了 就没记住你知道 所以这两堂课都没很好的学 所以我那个高我就给我创造了这么一个条件 就让我碰到了这个毛秀新人世界 那大家我相信你们在听的人 90%以上大概都比较或多或少说实话 都是比较喜欢北欧型的毛秀新人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类本身 对于自己同类是比较喜欢 也长得像人形 而且他们是长得是比较更加人形 走在马路上或许还可以带领帽子 戴个墨镜或许还能够混一混那种 那是比较有好感 而且他们是属于我们那个 像那个我们将来要发 就是我们将来要那个 扬升之后我们要进化的一个 一个蓝图的一个版本之一 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学习目标一样的 那么他们的确从外表上面来看 也是让人看上去比较舒服 那女的的确是非常的有魅力 男的也的确是长得非常的 就是也是挺不错的了 但是这个事件也是给我上了一个课 就是凡事不要羽貌取人 那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愤愤不平嘛 我就觉得我的指导力太不够意思了 你们这帮人也不知道提前给我提个醒 他们就说这是你的人生课程 那我说如果我当时不发现呢 那如果我这个事情再拖小几年呢 那没办法 那你自己就你自己要去发现你自己要去学习啊 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挺内 所以说有些事情它发生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原因的 那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学好这个课 所以我才碰到这么一个情况 之后呢我又联系了我那个朋友嘛 就是其他的圈领朋友 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讲 然后他们说啊 你现在才知道啊 他说北欧型的某素新人 的的确确是有好的 但是有很多是负面的北欧型的某素新人 你不要以为都是好的 然后当中有一个是通灵的那个朋友 他说他因为他现在工作是一半是上班是闲职 他一半时间是专门接单 就是帮人家通灵你知道 就他是上三天班上三天班是在家里搞那些通灵的那些东西 所以他就是这么讲 他说他前段时间还帮一个在瑞士还是瑞典呢 我又忘记了 他说一个男的给好像是消除了一份非法灵魂契约 这个灵魂 不不这也不叫非法的了 这也算是合法 因为我们都受骗了 那你当时签的时候是好的吗 对不对 那那个男的也是 他就是碰到北欧型的某素新人 他们就是对他也是家还挺厉害 他会突然之间会昏过去的 在自己房间里面 会昏过去 然后诶 当然去检查去检查不出有什么原因 又昏过去 然后又检查不出什么原因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他的指导灵搞的 对 然后这个除了这个事情之后 我还跟那个 就像我跟你们提过几次 那个玛丽 那个他是国际上很有名的催眠师 我跟玛丽聊过这个事情 我说玛丽你知道吗 我碰到这么一件事情 他说小小 他说 当他做这么多单 世界上到处跑 他什么案件没有看到过 他这方面肯定比我有经验 他说是啊 某素新人 北欧型的某素新人 当然有好和不好的 有很负面 也有很正向的 有一些是很看不起你们地球人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好的 那么我这个时候也没什么好话说了 我当时就是有种哑巴吃黄连 叫什么的 有口说不出 然后像通了一只苍蝇一样 而且心里是很不爽 然后其实也是很难宽恕他们 因为我整整这么多年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把他们很信任 很信任别人 很把他们当自己的导师看 没有想到是这种人 我觉得其实是当时是对我是挺有影响 当时是对我真的是挺震撼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这一个课程是学得很辛苦 也学得非常的痛苦 但是我现在想想这也是我自己自找的 因为我当时前两次的课程 我并没有很好地去学习 对于一个人美和不美 还有是不是应该是从外表去评判一个人 这么一个课程 我当时没有很好的学 才会碰到后面的事情 我走了很多的弯路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以为第一 北欧型的毛苏星人都是好的 他们不管是怎么样 每一个种族他都有好和不好 只是多多少少罢 这个你们要记住 千万不要心里面有那种感觉 就是觉得 北欧型的毛苏星人都是好的 其实这个情况 不光是在我们亚洲地区发生 在那个西方国家更加的明显 因为呢 虽说现在很多所说的光光 其实大家在潜在层面 大家你们在听课的这些 听众朋友们 小伙伴们 我是把你们当朋友来看 大家既然在听了 我们就把话说明了 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 不管是在基因编程 是自己潜意识深处 还是潜意识淡处的 我们其实多多少少 都是带有歧视的 是有的 我觉得我也是有 或许我可以比别人 做的更加好一点 我对美的定义 和外表的长相 不一定是你穿的 要有多光鲜 像我有一些同事 你一定要今天每天 穿的那个法式衬衫 一定要有什么什么什么的 怎么怎么 那我倒没有这样 我有跟清杰公 很多都是很好的朋友 还有那些司机什么的 但是我其实没有发觉 我虽说过了这个坎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坎没有过 就是我对一个人的表象的认识 我就觉得 哎呀 这个人谈吐很好 也有这个感觉 这个老男人像那个 陈亦菲那样 我对一个谈吐 有很有教养的人 我觉得我就很喜欢他 对于那些比较粗俗 说话 一就是二 一就是二 那种像土匪像 我就特别的排斥 他就觉得 哎呀这种人真是很没教养啊 这种人最好少联系 但或许在我们人生当中 真正的会盼到的 这些人可能当你发生一些人生危难的时候 往往能够帮你的 却恰恰是这些人 会真的是会很令你想不到 所以经历这个事情之后 我自己也反省过 或许有些时候 有些人 我认为啊 这个某某像这种 浑身都是有这些 啊 他兔 就是纹身的这种人 我可能不是特别小接触 浑身都是纹身的人 或许他不一定是个坏人 他不一定是等于没文化 有些人天天吃大蒜的 说话很粗俗的 这些人他不一定都是 不应该接触的 或许这些人 他的确是很温暖的一些人 包括有一些打扮得很光显的 给人感觉很像陈一飞的那些人 表面上看上去是这样 就像北欧型的毛素星人那样 或许接触下来你会发觉 在这个社会上 还是有很多是伪君子 所以说 不光是外星人 在地球上面也是这样 对我这个灵来说 其实我的灵知道的 要比我现在跟你们说话的 马小小更加多 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亲身体验 这是我自己一个灵性的课程 我是走了很多的弯路 受了很多的苦 然后那个也碰到这个事情 也是对我当时很大的震撼 那我觉得是挺难过的 那这个呢 我觉得呢 其实呢 也不怨人 这也是我自己自找的 那么我希望通过这一次 跟你们分享 要让你们认清一个现实 就是不要 有些时候 一旦你有 我不能说 不要有歧视现象 因为有时候这种 我觉得人类多多少少 是的确有歧视的 总是有好感 你对这种人好感多一点 你对那个人好感少一点 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彻底避免 一旦你有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很冷静的 客观的去分析一下 去看一个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我有时候 我在前几集 我也提到过蜥蜴人 我也提到过小灰人 我后来仔细想想 我人生当中 经历当中 其实好好或坏 我都盼到过 小灰人 我盼到过负面的 的确确实是有 有些是小灰人是很负面的 有些小灰人 他是政府复制出来的 复制品像机器人一样 还有一些小灰人 他是很善良的 是正向的小灰人 你们也不要彻底的去排斥他们 还有蜥蜴人 其实你们不知道 蜥蜴人也是有很多正向的蜥蜴人的 也有负向 对的确 但是为什么 我在这里给你们强调呢 不光是从种族歧视的 这个角度去考虑 从现实 一个做一个人 很现实的层面去考虑 做一个灵 你要在这个地球上生活 你会碰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外星人 尤其是你们光宫 再过小几年 你们会慢慢慢慢像我一样的 开始跟自己的指导交流 或许有些人已经走得很前沿了 可能比我更加资历更加深了 这也是包括在里面 你会慢慢发觉 每一种特别的种族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性和一个能力 你不能够说你的整个团队里边 都全部都是毛素星人 没有用的 光是毛素星人 你们喜欢毛素星人 是没有办法来解决你的人生问题的 你必须 你就像你交朋友一样 你必须什么样子朋友都交 你的指导灵当中 可能是有天狼心 毛素星 大脚星 每一种星球上面 包括蜥蜴人和小灰人 他们有他们自己存在的价值 有一些忙 他们是可以帮到你的 有一些忙是毛素星人 他们没办法帮到你 所以说某一种 就是某一个种族 它都有自己的特性 这是好多年以来 我看到的一些开心的事情 痛苦的事情 一些很挫折的事情 我自己积累到的 包括我自己的圈内的西方国家 一些朋友交流 通过他们自己的亲身经验和体验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太过于天真 听到毛素星人 好像都非常的有好感 其实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要切记切记这一点 切记切记这一点 关于毛素星人 一旦你们要是哪一天 听别人来跟你们说 他是毛素星人 你要先辨别一下 这是不是真的是毛素星人 有些是别的种族 他知道你们都很喜欢毛素星人 他们会冒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哪怕真是一个毛素星人 跟你交流了 你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你要搞清楚 他到底意图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跟你联系 然后你要给自己一点 观察期 英文当中有个字 我之前教过叫做 Dissermon 这个字是老外经常用 在我们观光圈 就是教你们如何去 靠自己的灵性能力去判断 哪些外星人是好和不好 很多时候我收到邮件 别人说马晓晓 我该怎么知道哪个外星人是好和不好呢 我想跟你们说 这就是你一辈子的课 这对我来说 这也是我一辈子要上的课 就是我们要通过不同的经历 自己去摸索 去慢慢慢慢你的那个洞察力 然后你慢慢你会发觉你的神 就是那个灵 就是神通的力量打开了 然后你的神通可能一开始比较弱 会慢慢慢慢提升 你会越来越有人身的经历 还有跟各种各样不同的种族 打交道的经历 不同的经验 你会慢慢慢慢会识别的 你的能力识别能力会变得很高 然后你会吃了一些亏 你也会赢 你也会输 你就在当中积累经验 你会觉得原来是这样 嗯 学习学习了 下次这种人是这样对付 这种人是那样对付 这就是一个人身的课 就是要去识别 识别是一辈子的课程 这不是说有一个办法可以教会你 就你这辈子都不会碰到 不是这个样 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 毛素星人的话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联系一下 绿皮肤的毛素星人 蓝皮肤的毛素星人 我有个就是我碰到过所有的 几乎我个人经历 碰到这么多的一些光光 在西方国家 目前来看 蓝皮肤的毛素星人 他们其实口碑是挺不错的 他们就跟北欧型长的 没有很大差别 只是皮肤是蓝一点 蓝一点 只是因为他们在的那个星球 可能那个他们那个太阳 可能射出那个光线 也有点不一样 所以会影响他外表的肤色一点 他们的精神意识形态 也是很不一样 他们更加谦虚 更加灵性 而且非常的积极和正向 蓝颜色毛素星人 他有个特点的确也挺烦人的 比如说有时候我特别痛苦 或者很伤心很想哭 非常烦的时候 他们就在你旁边跟你讲一些 很正向的事情 比如说拉开窗 哇阳光都照进来了 哇今天天气好好啊 这一切都 哇搞得你就是 一定要把你心情调得很好 他们就是太过于正向了 这就有点像 这就有点像你在很痛苦的时候 你有个朋友在你旁边 他每天露出那种 好像明天就要结婚的那种 很喜洋洋的感觉 有时候我觉得很想揍他们几拳 就觉得 哎呀我现在很痛苦 你能不能配合下我这个情绪 不说你也要哭吧 那至少你是不是能够 对吧 他们不是说不理解你 他就是希望通过给你更多的正能量 能够把你搞开心一点 那这个感觉就像每天 跟那个蓝皮肤的褒素星人在一起 还有绿颜色 绿颜色肤色的褒素星人在一起 这感觉就好像你在痛苦 或者什么时候 你更加希望你能够看到一个 能够理解你的 比如说 这一点比如说是那个狮子 就是狮行的 还有天狼星人啊 还有其他星人 就是爱莎莎的星人 他们都做得比较好 他们会来安慰你啊 能够能够能够 很能够理解你啊 会偶尔也是 有时候装一下 好像很怜悯的感觉 他们褒素星人 他们有时候 表现出来就是 放开一点吧 阳光都很阳 一切都很完美啊 你好像 你在痛苦的时候 他会拼命地给你发正能量 感觉就是一个 明天要结婚 明天要升职的一个人 心情抱好的一个人 天天在你房间里面 跟你说每天很开心的事情 有时候我不知道 这个状况 是不是能够真的帮到你的 虽说你挺勉强开心一下 但好像就好像 好像感觉哪怪怪的 我总觉得 我相信你们听到 我这里给你们解释 也能够理解啊 你是不是痛苦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明天 要结婚的那个人 说哎呀 哎呀好朋友 你放心吧 哎呀这个事情 马上就要过去了 一切都很完美啊 你要往好的地方看 哎呀一切都很好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个不过 蓝颜色皮肤 毛素星人 他们道德是很好 那我有个朋友 他这个话是说的有点过了 我当然也没他说的 他说我是很相信 蓝颜色皮肤的 就是blue play 他们就这么叫 就叫做那个蓝颜色的 毛素星人 他说我甚至可以把生命 都交给他们 信任他们到这种程度 我当时就呆了嘛 我说哎呦这个 哦是吗是吗 我说我是相信他们啊 的确他们是非常真相 而且也没有听到过 任何一个人对他们有过那些 很消极的评判 但是对于北欧型的 毛素星人 其实损欲都是那个 正反都是参半一半一半的 这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们千万要很小心 北欧型的毛素星人 有一些是很正相的 有一些也是非常的不正相 但是我觉得吧 我有时候叫蓝颜色皮肤的 毛素星人 我也叫他们叫活雷锋嘛 因为他们真的像活雷锋一样 啊很积极啊呀 哎呀也帮了我好多忙什么什么 人很好 但是但但你说要我什么信任到他 他们当一种把生命都可以 托付给对方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事情好像我也不会说 信任到这种角色吧 也不能够说盲目了 对吧 所以我也是吃一亏 长一致 碰到过这个北欧型的毛素星人之后 我也拎得清了 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的分享 我就想跟大家 就是聊家常的形式 和你们说一下关于毛秀星人的事件 那个绿皮肤的毛秀星人 他们也是非常的灵性 我也有 他们也是我的导师 是专门负责开启我的各种各样的特异部能等等 但是他们有时候我跟他们说能不能早点开启 他们的观点也是比较反对 反正意思是说不到你的时间你就不要拥有 就是时间到了你才能够好像有某种能力 他们在这一点其实是和就是说和澳洲有一个星云法师 他有道场 里面有很多和尚和尼姑都是一样的 他们说就是不要太过于迷恋神通 这一点我想把这个话送给你们 太过于迷恋神通的话 往往会走火入魔 就会迷失自己 并且会走上一条非灵性的道路 有很多人去学道家 尤其是学道家的人 并没有把道的本身的精髓学会 而却很迷恋于那种什么 什么速成班 什么学三天到五天 交三万多块钱还是五万多块钱 学一个什么毛山倒树什么奇门遁甲之树什么的 我强烈建议你们不要去学 你先要把自己身心灵平衡 要清理自己的气脉轮 我再强调一遍 治理好你们自己的前世 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以及你今生今世的一些心灵的创伤 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之后 你平衡了之后 哪怕你在家什么事情都不做 你自己的状态就会回到儿童的状态 就是儿时的很纯净的状态 你慢慢慢慢的 你自己哪怕你不学 你的特异功能都会自己开启的 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子的特异功能强 长大了反而没 其实你们自己想想 你们小时候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特异功能 多多少少都是有的 反而长大没了 就是有这个道理 你只要把你自己清理干净了 你的能力就会有 而且到时候只要你的指导领给你一点波 你马上就会上去了 你无需特别去花这么大的钱 去学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你要是当时是在处于一个很 很不是特稳定的情况下 你去学某一种神通的话 非常容易走火入魔 而且尤其是道家 他有一些东西 他不一定都是能够 人家说都有派系 他这个脉啊 他一脉相成 他这个脉 他所教你的这个什么奇门遁甲之术 你都没搞清楚 他这个是这个脉是不是清 就是很干净的意思 就他如果这个脉不清的话 你可能学了一套什么 什么磨 就是一个磨家的那种磨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有时候会走火入魔什么时候 很恐怖 所以我建议你们在搞不清楚状态下 别什么这里报个名 那里搞个名 花那么小几万或者大几千 学那种很莫名其妙的那种东西 还不如先把自己给调整好 你一旦把自己调整好之后 你的特异功能自己会上来的 这个我可以跟你们保证 那今天也是说了有点差了 那今天就不准备多说 一个半小时差不多了 想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 哦等等等等 还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有说完 不好意思 后来这个北欧我差点忘记很重要 那个后来这个北欧行人 这个事情之后 我就有几个礼拜 其实我是心情非常不爽的 我就觉得哎呀 我怎么给你们投入了这么多的信任 你竟然做了我这么多不好的事情 不过我后来想想 也的确是我自己不好 后来他们走掉之后呢 的确我我这里也有个空缺位 就是说我的确是需要有几个指导领 来代替他们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高我 和我的主要指导领 和我 我们要重新在那个 银河系和宇宙当中再去寻览 更加适合我的指导领 当时呢 我是知道有 其实有很多领也是报名的了 其实这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因为很多领 他来做你的指导领 他可以不用投胎 就是从你的人生当中 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他也可以通过你在地球上 完成他很多的使命 所以你不要以为是他们在帮你 就是这是一半对一半 你也在帮他们 后来很有趣的是 也是我高五 我的主要指导领 还有我们自己 我后来又选了一批指导领 是两个指导领 这两个指导领 他们不是毛素型人 他们也是北欧型的长相 然后我当时这个决定 我后来就跟我的一个指导领 我说为什么你要这么选 我本来是想说 选一个跟人型的北欧型 毛素型可能是完全不搭价的 或者是一个什么昆虫型 或者是什么球型 什么不同的什么种族的外星人 来当我的指导领 他说因为你现在 你的确是你这个课程是学了 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心结 一直没办法放下去的话 你会不会宽恕他们 所以说他要找一批新的一种 就是北欧型的外星人 能够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 因为之前是负面的 这一批要来一个非常正向的 要担保是非常正向的 这样可以让我对于 这一种长相的外星人 之前所留下的偏向 要有一个改善 要有一个改善 那既然这样的话 他们就后来找了这么一个种族 这个种族是在去年7月份左右 他们才加入我团队的 也是一男一女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保证 他们不是卯素新人 很有意思是 他们跟我说他们的名字 但是是男的 男的叫做 他给他自己起一个英文的名字 叫做Alex 那个女的他给他自己起名字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叫做Aliya 对应该是叫Aliya 还是Aliya 我有点忘了 然后当时我去过他们星球看 也是很漂亮 然后看过他们的飞碟 他们给我感觉 男的 他的那个能量场 给我感觉 很舒服 很舒服 很正向 就是 很宁静 很关怀 很温柔的那个感觉 那个女的指导力呢 给我感觉 人挺好的 而且是很热情的一个人 挺积极 很热情的一个人 我现在发一张照片给你看 他们就是长的是这种类型的 那照片已经发上来了 这个 他这个是北欧型的种族 他们长得都像运动员一样的 这个好像是练健美的 都长得非常的好完美 然后但是 这个种族它不是在毛修心里面的 我上次问他们 他好像跟我说 我是记忆当中是跟我说的 但是有些时候在飞船上 他跟你说的话 说完之后你也不一定什么东西都记住 我只记住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都是A开头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 很热情 而且人也挺好的 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 他说希望就是说 希望我就是把 之前的那个东西给忘记 我的课已经学会了 那么我同时呢 也要放下我过去的那份恨 要学会宽恕 那我就当时很不爽嘛 我说当时 那个北欧型的毛修心人 对我做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 又给了我一些负能量 等等等等 我说我是比较气愤的 而且考虑到我当时是如此的 信任他们和尊敬他们 他们说 如果你不能够宽恕他们的话 就是走掉那两个毛修心人的话 那么你呢 就是说你的心轮没有办法彻底打开 这样会影响你的扬升 他说所以你无论如何 不光是从他们的角度上来看 要从你角度上来看 要学会宽恕别人 这是你的第二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就是我学的很辛苦 那么我想告诉你们就是 一旦你人生当中有个考验 我希望你们就是快学 学完之后马上结束 不要像我那样 学了第一个课 没有学会了 但没记 脑子爆 没记住 然后又碰到第二个课 第二个课程就是帅哥美女课 那么这个呢 也学会了 但是又不找脑子 又没记住 然后又碰到第三个 北欧卯修信任课 那么你这个事情 如果你一个课程 没有办法学会的话 它会一直发生 一直发生 一直到你懂为止 那么你越 你学这种东西越多 它每一次的程度 就会更加剧烈 那么会对你的身心灵 都会造成多多少少影响 那么像这个 我现在学会如何去彻底的宽恕 过去那两个 北欧型的指导灵 对我所做的一切 那我是对他们其实是说实话 我必须很坦诚的跟你们说 我内心是 其实是 很生气的 也是有点痛苦 而且是让我觉得 惊讶 最让我感觉 其实是一种 很大的愤怒 因为 当你 彻底的去放下一切 去相信你的指导灵 你却很尊重他们 你去相信他们 然后你会发觉 觉得你有时候 在外面拼搏什么的 觉得能够身心 稍微放宽一点 能够好像 有爸爸妈妈 就是你们现在在国内 有爸爸妈妈 像我在国外 都是一个人拼搏 你就是觉得 自己指导灵可以靠一下 依靠一下 觉得 还是这个样 自己觉得挺 挺 挺 让你觉得挺心酸的 也让你觉得 好像 你这样的糖对我也 太不尊重了吧 好像对我伤害也挺大的吧 我这么把你当老师看 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但是这也是我自己自找 就像我们跟你说的 就像我跟你们说的一样 因为我之前两堂课 没有很好的学 所以才会有第三次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希望你们 切记切记在人生当中 一旦你碰到一个情况 一直重复发生的一个状况 那就说明你这个课程 没有很好的学会 它会一直重复 你一定要把这个课程学会了 后面就不会再发生了 这点是我 我告诉你们的信息 我也希望你们从我个人的 不是很顺的一个经验里面 能够学会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给你们的分享 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关于指导灵的事情 有正向的 那好 我也欢迎你们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 那我就可以把你们的名字 给加进去了 那么我想再说一下 你要是发电子邮件给我呢 你就必须先说 你的真实的名字是什么 你不要取一些很奇怪的名字 因为我们要对那个清单使用者 我们要给他们负责听众朋友们 所以你说你是心理咨询师 你至少也给我发一个扫描的那个证书吧 当然我是不会把你的证书给发出去的 那我至少要看 你的确你说你是张三李四 你的确就是这么一个人 那你的名字 你的联系方式 你可以是微信啊 也可以是你的电子邮件啦 还有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地区 你不一定要给我一个很详细的地址 比如说你是在江西啊 还是在杭州啊 还是在北京啊 因为你的地区那也是很重要的 听众朋友们会就近联系人 是这样 然后我需要你提供你的真实的姓名 然后你的那个地区 你的仪器之常是什么 你能不能大概150字以内 不要多150个字最多了 就解释一下你是做什么的 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是这样 那么我呢 在此呢又特别呼吁啊 那个那个量子催眠师 或者是不一定是量子催眠 就是做灵性的那些催眠师 其实我是很喜欢你们的 我知道的确是在量子催眠界 大家都有不同的那个门派和派系啊 这个我就不参加你们这种 政治性的那种讨论 但是我认为 不管你是什么派系的 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现在很多的人的确是 因为他们很多听众朋友们 也不一定 现在他的特异功能就马上被开启 很多人他是需要进入催眠状态 才能够拿到很多信息的 所以我特别是鼓励那些收费不是特别高的 能够加入进来 可以做一个比如说是随洗 那么你们要知道 其实观工圈很多的观工啊 有些是学生 还有些的确是要那个付房贷啊什么 大家都不是很宽裕啊 那有句说一句 所以我希望看到能够看到更多的量子催眠师 能够以随喜的形式来参与 还有一些量子催眠师 他可能是刚刚拿到证书的 那据我所知 像你们刚拿到证书的呢 是的确要好像是先做几单 是免费的先做几单练练手 那我也非常建议你们上单 你可以注明你自己 你写清楚 你说我是一个新人 很愿意跟大家联系 那这样的话 其实是 大家都是各得所愿吧 因为听众朋友们 你们在听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 某人刚刚拿到这个证书 正好他可以提供免费服务 或者少收那么一点钱 可以练练手 那你呢 也可以享受一个免费的催眠 对不对 那你看看是不是效果怎么样 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帮你连接一下你的高 我连接你一下 那个 那个 你的指导灵啊 看看有没有非法灵魂契约 什么什么 都可以解决一下 对于那些有经验的呢 我也非常建议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做个随喜的项目 或者你一个月 可以做一个 比如说 一个月搞一次免费啊 对于那些经济 不是特别富裕的 学生啊 什么 其实是可以提供这项服务的 我是强烈建议 因为你们知道 其实在宇宙当中 不是光说钱的问题 我们在做这个事情 也是在给自己积德 也是互相帮助 我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在收费各方面 包括心理咨询师啊 各种各样的功能人啊 各方面 在收费上面 尽量能够合理 我也知道大家需要生活 有些底的确确 手疗师什么 他们都是要收钱 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因为人家学一个技巧 的确是需要那个 是需要有个收入 才能够平衡自己生活 但是希望在收费上面 能够适当即可 适当即可 那也给自己积一点好的得 那么下一辈子 或者这一辈子 其实都是可以有有显化 包括我的分享 还有爱美所做出的贡献 还有刘金芬先生 其实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我们都不收钱 所以那个 我不是说大家都 彻底不要收钱 但是能够 在费用上面 要特别的注意 不要特别贵 那么这是我对于你们 要上清单里的建议 对于听众朋友们 我想跟你们说 能够有这么一个分享 其实大家也是聊聊天 能够给大家一个新的信息 希望能够给你们 带来一些新的 一个信息量和帮助 这个上清单的人呢 我也的确不是都认识 那么他们的水平如何 各方面呢 我也真是不知道 那我只能够说 给你们提供一个辩解 那我们也有个免责的 那一个声明 希望你们明白 当你们去联系 这张清单上面的人呢 他们每一个人的水平啊 收费啦 意图啦 什么的 你都要靠你自己 去衡量 你自己要去做个决断和判断 不能说发生了什么情况 你全部都来怪我们 说马适小 你怎么怎么怎么的 爱美呀 什么什么 这也不能够 你要怪我们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挺委屈的 其实我们也是好心 准备这么个单子 希望对你们听众朋友 能够提供一点帮助 但是我们的确是想 跟你们说清楚 有个免责声明 这个呢 是跟我们没关系的 我们的确就是给你们提供一个 像公告栏一样的一个服务吧 就是希望能够 既然自己有点小影响力 那么希望能够凝聚大家的一个力量 出一张清单 能够让听众朋友们 给大家带来多一点方便 仅此而已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在联系过程当中 能够自己用自己的判断能力 如果碰到不愉快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 你们之间能够很好的去处理这个关系 多一点理解 包括在收费上面 尽量要合理 那么今天这个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想麻烦 那个艾美能不能发一张清单 谢谢 那么下一期呢 我会 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 要聊那个宗教 宗教是这样 我也很想聊 但是这个话题 的确是比较那个敏感 那么我想下一期呢就聊宗教 宗教是跟你们讲一下 外星人是怎么看待 在地球上的宗教问题的 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 比如说 当初耶稣基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到底有没有来 他后面到底有没有死过 等等 就是把当时的这个历史事件 回复 那个原状 告诉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圣经的事情 包括后面的事情 然后他当时耶稣基督 是不是有结婚 他当然有结婚 他还有后思 那那个圣经上面不是这么写 我到时候可以告诉你们 因为有好几个基督徒 也给我写电子邮件提到 说很想知道 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 关于佛教的事情 我也很愿意谈 因为我自己本身 就是有一份 比较大的一个灵魂契约 是跟佛教 那么据我所知呢 就是反正 就是说将来啊 那个等到我们扬生之后 地球上所有的宗教 会做一个彻底的大改革 那么这个彻底的大改革 就是自那个教宗 开天毕地以来 到现在为止 最大的一次改革 那将来我们会走 万教皈依的道路 那么具体情况 我到时候会给你们分享 外星人是怎么跟我说 包括我还碰到过 释迦摩尼啊 观世音啊 普贤菩萨啊 还有什么弥勒佛 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佛 可能你们都还没听过 有些名字我都可以 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们其实都跟我讲了一些信息 包括将来会佛教会发生 什么样子的巨大变化 长短就简短来说 就是一定将来 不管你是相信什么宗教 最后是一定会给你 一次转型的机会 因为在新的扬生的空间 我们是不应该再有宗教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在这个宗教 其实在后面的几十年 甚至最多一百年 最多的 也只是一个转型期 给大家一个机会 去走一个万教皈依的路线 我们将来要追求的 仅仅是真理 仅仅是真理 还有灵性的发展 就不会再有什么 我的主要比你的主更伟大 我的神才是唯一父的之子 就是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这一集 我会是在第七集 你们给你们分享宗教 后面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佛教的改革 包括我从佛祖那里 大日如来 我也跟他们见过面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 也可以有神通 也可以连接的上 那么我具体 我将来要扮演的角色 这是我个人的事情 我个人就不会透露了 那么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 关于他们跟我讲的事情 将来会有一个 还有就是基督耶稣 基督他的故事 基督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包括后面的一系列的更改和改革 还有天主教等等 那到了第七集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分享 关于宗教的事情 那么希望大家有空再收听 那么我现在分享的 也不是说都定时的 就是如果有空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没空也没办法 所以可能是下个月 也可能是下下个月吧 所以你们就可以听一下 星空电台 他们有时候会通知你们 什么时候开始 对于那些宗教 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听一下第七集 我会给你们披露一些信息 由于时间挺紧张 已经两小时了 我就不打搅大家了 那么今天就到此结束了吧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上千聊网 在那个星空学院 那里我有一个注册了一个 叫做小小问答 大家可以把问题都留在上面 我有时候会上去回答一下 比如说今天晚上 我会后面都回答你们的问题 那么谢谢大家收听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都留在那里 我尽量都会帮你们回答 如果我知道的话 那么我想跟你们说 哪怕是通灵的人 哪怕是外星人接触者 我也只是知道我自己的一部分东西 我也不是什么东西都知道 所以对于我知道的我会回答 对于我不知道的我就不回答了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也非常谢谢爱美主持的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刘金峰先生给我这个平台 也谢谢觉醒字幕主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 谢谢大家 那么新春快乐 希望大家晚上好好休息 再见 拜拜 非常感谢马小小的精彩分享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 持续关注马小小的第七场分享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马小小的精彩分享 那关于她踢出去两个负面 毛秀新人指导领的事情 其实呢这个情况 在很多小伙伴身上也都发生了 包括我自己 那通过今天小小的分享 我们也学会了该如何处理类似的状况 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 我们自己要去学习的灵性课程的 那还有很多小伙伴会迷恋神通 整天闹着要开启特异功能 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需要清理好自己 走过一个灵性成长的过程 而不是一蹴而就 就立马能够有所成就的 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去走过 我们的地球上的人生的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那我也做了一些关于清理的 这个冥想音频 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去听一下 感谢马晓晓 感谢听众朋友们 对我们讲座的喜爱与支持 新的一年 愿我们告别过去成就的能量 拥抱明日 崭新的辉煌 享受人间游戏的乐趣 体验丰盛富足的美好 祝福大家新年吉祥 万事如意 和家欢乐 健康富足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再见